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履历吧 1960年生人 安徽五虎人 1984年获得安徽大学学士学位 此后先后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以前我记得他是学的是英语专业 后来是才开始学这个经济学专业 他的履历呢 基本上我们看也就是在体制内混的是风生水起 担任的各种教授啊 研究员啊 访问学者啊 直到他这个2014年 2013年被北大停止续聘 然后这算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然后2014年去了美国 在这个家族研究所工作 然后现在已经被解雇 我们看一下他的有什么历史呢 他是在2009年发表了一个 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公开信 然后说的也是非常尖锐 提到刘云山就有中专学历 以此学历长期在党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 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 何德何能 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 确实非常的炮火非常猛 然后另一件事就是2013年 被北大停止续聘 这就是夏宜良的算是前半生的经历吧 还是很顺风顺水的 对于这一时期的夏宜良 坦白说呢 我还是很敬佩他 因为他做一个北大的副教授 在这个社会呢 还处于上上层 因此他发表这些言论呢 还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 也确实他最终是遭到了这个官方的打击 其实我现在的思想的变化有点多了 当年呢 我当时觉得哎呀 这个共产党在打击这些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还是夏宜良呢 是多么的勇敢 多么的有良知 嗯 今天我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要收回一半吧 因为我们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呢 你看到一些海外的民斗啊 可以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呢 呃 这些知识分子啊 他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投射 好像自己掌握了真理 好像自己就是什么 文天祥啊 传四同啊 然后自己无比的悲壮 然后向上 呃 像这个中共 那个发表一些个这种 非常呃 非常非常攻击性 非常强的一些言论 嗯 而这些言论 其实我们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你看到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 很多人呢 他是具有一种偏执性人格 即便他错的离谱 然后但是他依然会坚持会 就是就像这个呃 挺川普的一些邪教徒啊 嗯 川普明明已经落选了 呃 一直直到1月20号之前 他都不死心 一直就是处于一种癫狂状态 所以我 我不是说夏宜良是处于那样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他的 显然 如果对他有了解的人 他的这种性格的这种缺陷 还是非常明显的 还是非常的 这人非常的 就是刚愎自用 然后气量也非常的小 嗯 但是呢 我还是说 我对他还是比较敬佩的 因为 呃 我想 如果没有这些声音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可能会 增加的一片鸦雀无声 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很 他的这些个很多说法 并且通过这些年的一个观察 你也看到夏宜良这人 嗯 他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力 还是非常非常差 他人也非常差 嗯 所以呢 那么他遭到了那个官方的打击 被北达开除 这个开除 其实双方也是有两种各自意思 而官方说呢 他的是 夏宜良是教学质量非常差 玩不成教学任务 嗯 遭到了学生的投诉和不满 嗯 而夏宜良呢 他当然会认为说 他这是完全的一个政治报 嗯 跟他的那个教学质量什么 没有任何关系 我呢 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 我觉得我双方各采信一半 因为我想北大 嗯 开除他肯定是受到了上面的压力 并且呢 嗯 北大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说每年都要淘汰一些那个教师呢 嗯 这个我不太 我倒不是太了解 但是去夏宜良说呢 嗯 并没有这样 我我也想 呃 作为高校里面 那个解聘一些教授 我认为还是很少见的一件事 尽管有很多非常水的教授 呃 所以我认为还是 这是还是有很明显的这种 呃 打击报复的 呃 这个这个原因 但是同时呢 夏宜良我认为 他也 官方对他的指责也是有道理 夏宜良并不是说 呃 他的教学 确实我认为也是 综合各种信息也是 很有问题 呃 今天打开知乎呢 还搜这个夏宜良 还能看到一些 关于他的评论 呃 我觉得这些评论呢 并不都是 就是控屏的水军 你看到很多人都是实名认证的打钩了 呃 是夏宜良 呃 上课不好上 啊 是不是他反反抗行动的一部分 啊 呃 再看这个 这个知乎的这个评论是有一个很分清很激进的老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然后这评论是 呃 经济学原理是夏宜良教的各种激进言论干货非常少 他的助教倒是异常nice 呃 后来我还做了 高级伎量经济学的主教 读研的时候又选了夏先生的经济学名著选读 平心而论夏先生人挺好的 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 又未曾少过 但在他不熟悉的领域 观点似乎并不高明 比如在讨论流跨越史会提阴谋论啊 这也不说 所以其实呃 在北大把它开除之后呢 呃 环球时报发表了很多文章 然后北大也对外解释这个原因 呃 这里面我认为并不能 呃 简单的说 呃 官方的指对他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是空穴的iPhone的捏造的 嗯 这里面我们通过一些评论 也确实可以看出夏冉良 当时是沉醉于这种 法判啊 以及社会的一些歌 社会对于社会的公共事件的一些关注 自己并没有去研究什么课题 教课教的也非常水 不断的给他的学生灌输一些他的这个政治观点 其实我也遇上过这样的老师 这种老师呢 嗯 对于很 对于我来说觉得 呃 还还凑合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他对于这些公共事件 对于政治并不关系 你讲这些东西 嗯 他非常反感 他只是想上个上个课而已 嗯 你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学生对此有不满的话 我觉得也是应当的 呃 在此之后呢 夏冉良就去了美国 在这个家图研究所工作 呃 这 在14年呢 这 到17年 这一段时间就 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呢 就是经常参加VOA的一些个节目 嗯 直到2017年呢 就遇到了他命中的克星啊 就是郭文贵 郭文贵呢 呃 关于他 夏冉良 对被这个家图研究所解聘呢 这个也有两种说法 我听到的一种呢 是杨建立 杨建立从中作梗 呃 哦 我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 夏冉良到了海外之后呢 很快就和这海外民运 就是联络非常的密切 呃 这个魏京生啊 王君涛啊 杨建立啊 然后呢 他就很快 就是跟他们来往比较多 很快就投入到这个 呃 杨建立的这个公民力量 这个组织当中 然后帮他做一些事 呃 到这个2017年 郭文贵出来之后呢 他被这个 呃 家图研究所开除了 这个 这个 我听到的说法 就是一种是 呃 杨建立受到郭文贵的指使 呃 从中作梗 去举报他 呃 对他进行一些打击 导致他丢了工作 呃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这个 夏宜良的这个能力很差 到了家图研究所之后 冰过了几年 然后于是被解聘了 这是两种说法 呃 呃 2017年呢 郭文贵开始在明镜爆料 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之后又在 2017年4月19号 在VOA直播被断播 也就是所谓断播门 然后呢 呃 郭文贵的名声就更大了 郭文贵的这种人设呢 就是跟中共的一些个 官员有一些 深度的一些交往 呃 据称 据称 他自称有很多的黑料 呃 也非常的有钱啊 豪车 游艇 豪宅 这么着晒 嗯 我不知道是官贵 先联系夏宜良 还是夏宜良主动联系官贵 然后他们就 接上头了 接上头了呢 这夏宜良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官贵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 官贵就是一个 跟那个 官员 腐败官员 抗泄一气 全钱交易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一张孔啊 就是要十亿美元 呃 咱们现在知道 其实官贵是一个非常一毛不毛的一个一个铁空机 呃 夏宜良呢 他这个想法就太天真了 呃 对夏宜良 呃 对夏宜良的辱骂呢 大概持续了有 呃 密集的辱骂 频繁密集的辱骂 也持续了有半年吧 呃 然后 但是之后也是在频繁的 呃 之后也是没有那么频繁 但是也是时不时的就会 呃 辱骂一下夏宜良 呃 呃 是在 呃 猥亵 这个 馅饼店女老板的一个一个 伪造的一个捏造的一个视频 把夏宜良是搞的灰头土脸 呃 再配合那个官贵的一个水军 是把他呃 辱骂的那个 就是 对他的这种网络霸凌持续了有 呃 非常严重的网络霸凌持续了有半年多吧 大家现在油管上 一搜的话 可以看到大量这个呃 官贵辱辱骂夏宜良的这些 视频 并且官贵的这个蚂蚁帮和这个水军 当时是把这个夏宜良骂的是 骂得都意志消沉了 因为那个夏宜良之前觉得 觉得还是 自己颇有影响力 然后想做一点事情 然后经常 并且他在这个 名声 他当时的名声还可以 嗯 对于墙内的人啊 经常做一些讲座啊 所以他的名声啊 也比较大 也比较 口碑也比较好 但是呢 被这个夏宜 被这个郭文贵一骂呢 他的很多粉丝都离他而去 并且跟着郭文贵一起骂夏宜良 把夏宜良骂得真的是心灰意懒 呃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经营了法律的诉讼 我不知道是谁先诉谁 好像是官贵先诉夏宜良 然后夏宜良再反诉官贵 呃 这个骑走的下的有点烂 呃 因为呢 夏宜良呢 他也 跟在美国呢 跟官贵打官司是一个很 很不划算的事吧 因为这个官贵那么有钱 而一请律师的话 请一个非常好的律师 跟你烧钱 然后这个夏宜良就开始 一开始是请了这个叶宁 大家可以在推特上注意一下 这叶宁就是整个一个神棍 就属于 呃 打的是赔了十万美元 呃 再加上他的律师的费用啊 以及各种的开销 我估计怎么也十大几万美元吧 呃 所以 这个夏宜良非常的恼火 因为其实我们也都能看到 明明是官贵在这个天天直播辱骂夏宜良 而夏宜良呢 其实嗯有没有火回嘴呢 回过但是很少 而且也很有限 呃 但是这个结果一打官司就输成这样 这个这件事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很强的刺激 呃 他也对于这个美国的司法抱着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 他在讲述跟夏宜良的这个 夏宜良在讲述他跟郭文贵的这个诉讼当中呢 多次就是觉得他认为这个法庭是不公正的 而且郭文贵呢享受很多特权 呃 这个美国的司法是非常成问题的 美国的司法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 那么的干净 呃 他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判法吧 对这个对他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呃 夏宜良这几年被郭文贵搞得非常惨 呃丢了工作 然后就赔了那么多钱 呃 这这条推文是他当时 呃 挺有名的一条推文 他感慨是 呃 人性之恶有时候超出想象 我最近五年遇到的恶人 比我过去五十年遇到的还要多 呃 华人世界逆向淘汰非常明显 人们常说坏人当道好人难受 好人短命坏人长寿 难道以后大家都争相做恶人 呃 这这条推文那个何星连也回复了 呃 他说五年前就对你说过我一生遇到的坏人 百分之八十都在海外的某个圈子里 嗯 肯定是有海外海外民运吧 呃 关于郭的事情 我总提醒过你 见过四位 两位听了 风评了 就一味不听 损失比你惨重多 丢了工作不算 还让美国之音保经创统 呃 这个 这说的应该是那个龚小夏 呃 这次你说在程序上准备上不足 当年陈音子遇到海 哦 不说了 呃 他们两个这番言论当时挺轰动的 就是说 呃 夏宜良 当时不到六十岁 然后 在海外遇到的坏人 比他这 前五十年遇到的都多 呃 引起那个 呃 引起他的 那个感慨吧 呃 可惜的 这个这个 夏宜良被那个郭文贵这么胖揍 几年之后 马上又跳上了这个挺川的战车 呃 他为什么挺川呢 我觉得我看不出太有明显的原因啊 我觉得 他主要就是被这些个 呃 网上的这种真真假假的信息 就是他没有能力分辨 为了打变 然后 就随便就轻信了 这这 呃 网上流传的那些信息 呃 呃 然后就 呃 把这个什么拜登啊 当成一个恋童癖啊 呃 拜登 什么 就是 过温柜的那些硬牌啊 都就通通通通通都当作真的 呃 另外呢 夏宜良就认为 呃 也是海外民运很普遍的一个一个一个看法吧 就是他认为那个川普反共了 川普每一次对那个增加关税的话 他当时简直是一片高潮啊 就感觉中共倒台那个值日可待 嗯 呃 并且在那个川普后期又那个对于华为还有微信啊抖音啊 试图那个掐死 掐死这些中国企业 所以这些也让这些海外的反共人士那个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亢奋 嗯 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些道理吧 对还有一个是 呃 认为拜登是要搞那个 对认为整个民主党啊 都要搞那个社会主义 然后把他们通通 他们把各种媒体都打成左媒 然后写白左 呃 这也是他们平川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在我看来这些原因呢 这一他这些挺川的理由 嗯 每一条都值得商榷 但是呢 就是 这个人走了极端之后就特别容易盲从 就是 根本就走了 死牛角间根本就出不来了 呃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挺川挺成了一个 别教徒 我还是认为他是对于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海量的信息 没有筛选的这个能力 就是随便别人发一个什么截图 一个视频 他就会 信以为真 于是呢 就陷入这种 这个阴谋论当中 现在已经经常转发 那个 一些法轮功的一些东西啊 呃 这个非常可悲 呃 到了 美国大选开始之后 结束之后吧 呃 他就陷入这个美国大选造假的这个 选举舞弊的一个阴谋论当中 在很多的城市里边啊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人说这件事情 是大量的政客 律师 呃 各方面的人物啊 都在说这样的事情 包括电脑技术专家 黑客的这些研究者 他们都说这里边有很多的猫腻 而且认为 用这个计算机软件 作假 选票的机器 这个有什么什么特别的装置进行控制 这个都在几年前就有相关的专家指出 说这个是非常薄弱 很容易被别人利用的 所以这个美国这次大选 真的是在历史上将来 现在大家真没有用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在将来有一天 一定会让这个事情啊 成为一个负面的典型被记载的 嗯 大家听了这段之后 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挺 挺逗的 他整个对于美国大选的各种指控 都是啊 这个谁谁谁说 那个谁说 那么多奇葩 我 我其实都没有心思去 去去去研究那些东西 因为我一看就是 一看那些东西 那就是假的嘛 这里面有一半都是有法轮功制造出来的谣言 找一个老外 说一个什么 呃 什么某一个专家说了什么 这个投票机有问题 这可能是前几年的一些视频 是吧 呃 然后呃 造假的一些东西 一花接木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 还有另一部分是来自于那 那个Q组织的一些东西 呃 全都是这些极有意的阴谋论 一些谣言 然后呢 但是很遗憾 这个下一梁就是 作为一个伟大的副教授吧 他真的是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些信息 这也是挺可悲的 呃 面对这一些海量的谣言吧 他们因为这些人 他们本身自己对于共产党有一个非常的仇恨 并且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 就是呃 川普特别好 呃 川普一定是那个能当选 然后拜登是特别腐败 是共产党的那个那个那个走狗之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 就像那个偷腹子的人一样 他怎么看就是都都觉得别人偷了腹子 所以一步一步的就 彻底沦陷了 嗯直到1月6号 然后他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的呃 可以说在海外这样的话 估计会就臭了吧 跌破底沦了 自己去参与了那个1月6号的那个 整川游行 呃 虽然我知道他肯定是没有进去嘛 没有冲到国会里面 但是这个人丢的也是非常的非常大 呃 我看到有那个乔木啊 还有有好几位都对这个夏宜良这次的这种挺川 呃 觉得 已经是各种冷嘲热讽了 呃 我可能从此以后 我觉得夏宜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就是没脑子的一个人 就是完全就是混的呀 其实他现在天天在转发那些什么呃蚂蚁帮被郭文贵给那个收割了 骗钱了啊 但实际上呢 哎他也干同样的事 然后跑到这个国会里面挥动他这个小粉泉啊 觉得真的是很很搞笑 呃 但是自己也不自知 呃 并且在1月6号之后呢 他也厌不觉醒 他还认为这个冲击国会的那个那些那些牛头人啊 呃 坐在佩洛西办公桌子上的那个那个人都是那个BLM Antifa冒充的啊 这个进一步就是让人觉得这这这是一个北大副教授 大家听一段这段他的啊 我们看到后来有些图片 居然有些人把那个演讲就是国会议长演讲的那个演讲台 整体给搬走了 上面还带一个灰迹 然后据说很快就已经在eBay上面拍卖 拍卖的价格高达五万两千多美元 然后就连中国国内都有很多的买家出价出高价要买这个东西 啊 你说这个人不是叫自投罗网吗 他自己的脸照片都在那 他搬的那个讲台 然后他这样做不是给FBI或者是警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这个线索和机会吗 所以呢 要想抓他是很容易的事 这样的一个人 大家看一看到底是穿粉呢 还是穿黑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只有哪些人 黑明贵运动 安提法运动 才喜欢搞打砸抢 才喜欢把财务占为己有 而且他们的这个长相外外观的气质 你看就是应该是像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有素 我所看到的这些支持川普的这些人呢都是和平的示威 大家都是非常平和的没有一点像那样子做极端的事情的人 所以呢有人讲这些都是穿粉干的 我表示强烈的怀疑 才能闯进国会 而闯进国会里面在国会里面大搞破坏的这些人很有可能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因为你不要以为戴了一顶支持川普的红色的帽子 或者是挥舞着支持川普的旗子 就说明你是支持川普的人 这个是大街上那么多的小贩在卖的 你走的游行的过程中始终都能看到卖旗子卖帽子的人 花钱买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让我联想起当年德国的国会纵火案 就是希特勒要想获得这个权利 要想栽赃给他的对手 采取了这种非常卑鄙的做法 就是包括中共玩这一套手法是相当的熟练 那么这种做法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甚至上百年里边都很少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真的出现了 听了这一段让我觉得也挺无语的 这就是一个北大的副教授 他这个判断能力我觉得也很高 他说完这些话之后 很快就打脸了 因为有很多被抓住冲进国会的那些人 被抓住之后 就是一调查 就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还有一些个QQ组织的一些人 而且是非常的那种 非常狂热的川粉 所以他这个夏野良的这个判断能力呢 在这个这次美国大选的这种 谣言的海洋当中是暴露无遗 但是没有任何判断能力 他的判断基本都是错的 夏野良这人的 大家看这个夏野良的推特 现在基本上他就是被郭文贵给毁了 现在就两件事 一件事转发一些个那个川粉的一些谣言 还有法轮功的一些 秦鹏啊 这种轮子的这个谣言 另一个就是转发一些砸锅的一些一些视频 就是一个一个失业在家的大爷 就就没有别的事 就就这两件事 嗯 这个我觉得造成这个原因也是挺可悲的吧 就是他的性格有点太过偏执了 嗯 如果故意注意观察 那个夏野良在跟别的 在推特上跟别人进行互动的时候 或者是 那互动的时候就非常的僵硬 嗯 他在跟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冲 然后一堆问号 一堆质问 连续的一些质问 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 对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哎 嗯 中国共产党把他给轰出去了 还还还可以 因为这些人就一直一直这么闹 因为就 就像 就是像一个刁民 就是他无理取闹 没有理 也要给你闹 嗯 对这这样的人 你就真的没有办法 认为就是 他认为拜登就是 拜登上台了 马上就要 那 那么也就说美国被 拜登这个 所谓盗国贼 给 给给窃取了呗 我觉得太太可笑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他的这种很刚烈的这种性格 导致他被这个赶出中国 然后呢 他的这个很气量比较狭小的 导致恐怕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跟他也不能够坦诚相待 他呢 也是一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 就是气量 自我 自以为是 然后水平呢 也不 也不也不够 所以呢 就是 而自己就刚愎自用 就是 呃 陷入这种阴谋论 或者当中 呃 你是永远想不过来的 呃 我不知道以后他怎么样 呃 而且 他现在也丢了工作好几年 一直以自己的积蓄为生吧 啊 他的 这个油管的频道呢 以前的订阅人也挺多的 观看量也挺多 现在呢 不太行了 没有什么人看了 呃 也不知道他 这个晚年怎么 怎么 怎么进行养老 嗯 当然我不担心这个 呃 觉得挺遗憾的 因为我也是关注了他 好几年 然后一步一步看着他是走向这个毁灭 自己把自己当初出国的那些名声 呃 越来越玩没了 他玩没了 现在整个就是一个成为一个 非常典型的这个民斗 呃 转发一些阴谋论 然后就是 亡忠必反 呃 成天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夸大一些中国的一些个负面的东西 呃 盼着 甚至盼着中国能够那个经济崩溃啊 不要点那个全面崩盘啊 呃 他们就这类人 我觉得 我一方面觉得理解就是他们 对共产党给打击了 那他们就对共产党非常的仇恨 那么进而就失去了一些分析分析事物的一些能力 因为我觉得按理说他的英文又非常好 呃 他 不应该会被中文圈里的这些海量的一些垃圾信息给给给搞晕 但实际上呢 呃 并不是这样 你比如看这龚小夏呀 夏野良啊 呃 程小彤啊 都是这个样子 哎 这个我 也是让我觉得跌破眼镜 你觉得很多博士啊 教授啊 高知 嗯 并不像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聪明 可能也会被卖保健品的骗 也会被郭文贵这样的给骗 呃 所以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吧 不应该 一方面是 可以看出咱们不应该特别轻信很多人 就认为他谁谁说的是对的 百分百是对的 另外呢 就是做人也不应该走向一种极端 一旦走向极端之后 就完全失去了这种判断事 事物的能力了 吧 你看到这些 这两年被收割的这些 被郭文贵收割的呀 呃 要么就是听信了他的灭供 反供灭供 要么就听信了他的这个 呃 击毙 这个投资的回报 呃 被被收割 所以你一旦去 呃 成为谁谁的粉之后 那就彻底就 没有思考能力了 嗯 觉得也是非常遗憾 这个 这个夏宜良从一个北大的副教授 一步一步成为一个 呃 喷子 民豆 呃 哎 觉得 我以后也 可能还是会花一些时间 关注一下他 但是 他说的一些话 基本上 就跟放屁差不多了 嗯 好 今天就说到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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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